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用户名的修改 首先我们就需要还是先来看后端跟前端 我们先看后端 看后端当中呢 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得去定义出来一个接口 专门用来去接收这个用户名 并且把它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后端进行定义了 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到个人资料的profile这个文件当中来 那在这个文件当中呢 我们就要去设置一个对应的一个接口了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叫做改变用户的名字 因为什么东西呢 只要用户一注册的时候 关于用户的名字 我们实际上是已经给它设置过一个默认值 也就是说关于用户的手机号 我们就会把它设置为用户的默认的名字 那这时候呢 你在这个页面当中进行点击的时候呢 相当于就是进行的修改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修改的用户的名字 紧接下来关于它的路径呢 这个路径还要管它的资源 所以呢这一点上我们跟保存用户的一个头像是类似的 我们把它也叫做用户的名字 是关于这样的路径 然后呢那因为它的请求方式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在经保存的时候呢 是对于原有默认名字的修改 所以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是Pood的请求方式 这是关于这样的 我们之前讲过Rise风格当中 Pood的请求方式对应的是资源的修改 我们把这个东西一旦定义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去来写这样试图函数了 在试图函数当中呢 除了定义完路由 因为这个接口呢 是需要用户只有在登陆的情况下 才能够进行访问 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定义的 这个装饰器加上 加上完了之后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接口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参数呢 首先这个参数呢 就是关于用户要设置的那个用户名是多少 第二个呢 就是他把这个用户名发到后端的时候 这个到底是给谁进行设置的 所以呢从这一点上跟头像也是类似的 我们就直接需要提出的就是用户是谁 以及设置的那个昵称 那所以呢我们就去来接受参数 用户的这个名 用户的这个到底是谁呢 他的用户编号一旦加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这对象当中 把这个U4ID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关于用户名字呢 我们还是让前端以阶层的方式传送过来 所以呢我们直接从阶层当中去拿数据 拿到这个name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调验 看有没有传输完整 然后呢如果一旦name也传过来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数据库当中进行保存操作了 在数据库的这个user当中呢 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name字段的 那我们直接给他进行更新操作就可以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更新操作 但是我们说了实际上关于用户名字 关于用户这个昵称的话 我们说每个人尽量都是不一样的 保证每个用户都是唯一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可能说是得需要判断这个用户名之前有没有存在过 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仍然可以跟注册的时候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在model层当中呢 关于这个name名字 我们已经给他设置过一个违约数了 所以我们在更新数据库的时候呢 如果一旦出现重复值 数据库会直接给我抛出错误信息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直接在进行更新的时候 补货一长 再补货一长的时候呢 就会包含关于这个名字已经出现重复值的这样错误了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根据拿到的 用户ID呢进行更新操作 把名字给他设进去 然后呢再进行更新操作 如果一旦出现一场记录 然后呢回滚一场 然后呢再向前端抛出错误信息 在这一步当中呢 就把他名字是否冲突也给他判 也给他们做出来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只不过是说 在向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之前在这个passport当中 无论是用户注册也好 还是用户登录也好 我们都给他设置过session数据 session数据当中就包含了用户的名字 所以这时候呢 我如果一旦在后端当中的这个接口里面 要修改用户名字的话 我们就得去记住 得有一点 你得把session当中保存的用户名 也要同步的去修改一下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呢修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向前端进行反归了 好这是关于这个修改用户名的 那修改用户名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逻辑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接下来再去说我们把后端都收完了 再说前端 咱们再看一下后端还有哪个接口呢 后端还有的一个接口就是 关于进入到我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这里面要拉取个人用户的信息了 所以呢也就是说 在一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前端首先得需要向后端去发起一个请求 然后呢去拉取一下用户的名称 然后呢用户的手机号跟头像 所以呢我们在后端当中呢 要去定义一个接口关于这个接口呢 是获取个人用户资料信息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就定为斜线 优色反映的就是用户的资源 而且是个人的资源信息 然后呢请求方式 那对应呢就是干的请求方式 接下来呢这个接口也是需要用户 在登陆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访问的 那在这个接口当中呢 只要知道用户是谁就可以 所以呢我们从这页项中把Use ID拿过来 紧接下来直接在这个数据库当中 根据这个Use ID呢去查询一下用户的信息 查询出来之后呢 那相当于我们就能够拿到一个用户的数据的对象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向前端返回了 只不过是向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注意 你在从数据库当中拿数据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它有可能不存在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为了保证 这样的程序不出问题 哪怕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要给它去扩一下 在这里面 如果拿到的Use是Nan的情况下 我给你返回这样的东西 没有这套数据 然后呢只有是有的情况下 我们才向前端返回呢 在向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需要把用户这个对象数据转换成字典 才能够再进一步转换成接线往前返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用户数据转换成字典的方法呢 也给它放到了用户的这个Use里面的模型类里面 去定一个todic的方法 把前端可能会用到的数据 用到了可能会用到这样的用户的ID 名字 手机号 还有头像 那这个头像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因为在数据库当中 我们之前在存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存的仅仅是七牛里面的链接当中的文件名 还少了前缀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需要给它进行一下补充前缀 那补充前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条语气判断 因为很有可能在对象里面的这个头像的保存数据值不存在 所以呢如果它是存在的情况下 我再把这个文件的名字跟这个域名给你进行拼接 拼接之后呢 还会到前面 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 那我直接给你在这个字段给你返回一个空 前端呢就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判断了 然后呢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那我们同时在返回字的四点数据当中呢 觉得前端可能也会用到它创建的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创建时间也给你补充进来了 这是关于这点 那只不过是说在数据库的对象当中 我们之前给它补充上来的这样的创建时间呢 它是datetime类型 对应到python当中呢也就变为一个时间类型了 所以呢我们在向前端返回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用时间的这样函数 里面有个stream brown time方式 把时间类型给你转换成字不算 通过这样方式呢去格式化一下时间的信息 继续关于这点 我们把这方式补充完成之后 回过来回来呢 就可以直接调用youser 点出这个方法 把数据攒到前端 这是关于这点 好那这个结果我们说完了之后的话 咱们接下来再看哪个呢 关于这个实名认证 关于实名认证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它有两点的东西 第一点呢是在一进来的时候要拉取信息 第二点呢就是说 在去点击的时候呢能够进行保存 所以呢对应到后端会有两个接口 我们比如说先来第一个接口 进入阵来就要拉取信息 那我们又要去定一个这样的试图 对应的路径呢 我们把它定为是用户的实名认证的这样的资源信息 然后呢请求方式是干的请求方式 必须也是要登陆情况下才能进行访问 然后呢一进来的时候呢 只需要知道用户的ID是谁 所以呢有了用户的ID 直接到数据库当中根据用户的ID来进行查询 拿到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眼 在这个model当中有关于用户的实名信息 也就是说是他所遇用的真实姓名以及ICAD 那我们是需要把这两条数据返回给前端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返回给前端的时候呢 又要返回Json 那咱们就给他进行一加转换 在模型类当中呢 我就钻对那两条级路也给你定了一方法 就是把实名信息转换成字典 所以呢相当于在这里面 我去定义关于用户的真实姓名 还有他的身份证号 把这两个东西塞到字典当中 回过来在试图函数当中 把它转换成这样的Json 往前返就可以了 那在另外的一个借口呢 就是进行设置了 设置的时候呢 仍然是关于用户的实名信息的 这样一种设置了 所以呢路径也定义为跟刚才是一样的 UseAuth 请求方式呢就是代表第一次保存 所以能把它定义为POSE方式 然后呢要求继续登录 才可以进行访问 在这个接口当中呢 需要用到参数 就是关于用户是谁 以及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参数拿过来 用户的编号 还有真实姓名 以及身份证号 这两个参数呢 也是从Json当中往过拿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教验一下 教验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往数据库当中进行保存了 我们向数据库当中进行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update操作 那需要根据用户的ID在这里面 然后呢我们说了 这一点的话 你可以做进一步的处理 做一个什么样的进步处理呢 如果说我们要求在这个业务 当中用户只能去填写一次实名认证信息 你说只能去填写一次真实姓名 跟身份证号 一旦填写之后 就不允许它进行修改 如果想达到这样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在前端当中通过禁用 而在后端当中呢 我们也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那咱们可以做哪一样的进步处理呢 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说 什么时候你给我传送过来 真实姓名跟身份证号 我才可以进行更新呢 前提是说 你在数据库当中的 这个model里面的真实姓名 跟身份证号 一上来 末日的情况下是空的 只有是空的情况下 我才代表你从来没有认证过 然后呢我进行更新 然后呢只要这两个字段 不是为空 那好了 我就认为已经签写过 我就不允许再进行更改 也就是说 我就不再给你更新数据 所以呢我们在后端 也要做这样的逻辑 那咱们在后端当中呢 就是在更新的时候 同时把这两个条件 也给你补充上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不仅要是这个用户的 而且是真实姓名也为空的 身份证号也为空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才给你更新 这样的对应的数据值 把这两个字段呢 给你更新为你所设的值 这是关键的 那更新完成之后呢 还要进行提交 并且要补过一场 最终更新完成之后呢 向前端去返回一个确认信息 那这是关于 它所对应的后端接口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去留的 对后端接口呢 都没有难的地方 都是关于数据库的 要不然是查询 要不然是保存了 然后呢 接下来回回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对应的前端操作 那对应到前端操作呢 咱们还是先来去说一下 关于是什么东西呢 去修改用户的名字了 那关于修改用户的名字的话 那它是在Profile 这个页面的后端接口当中 所以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将对应的HTML的Profile 这个页面里面 当它去点击 这样的用户名保存的时候 这是关于用户名保存 那我们实际上呢 在页面里面呢 也是给你做了一个 对应的表单了 那前端需要给我 传送到后端数据呢 是接送数据 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套路 需要把它给拦截下来 再进行转换 所以呢 咱们在对应的GS当中 Profile.GS里面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找到 关于填写用户名的 这个表单 把它拦截下来 然后呢 再阻止默设行为 然后呢 再去判断一下 用户名有没有填写 如果没有填写 报错 如果贴写的话 利用阿甲克斯 向后端进行发送 请求就可以了 我们后端定义的方式呢 是POOT的解决方式 所以阿甲克斯当中的 Type这一面呢 就要跟它保持一致 必须是POOT的解决方式 而且说了 POOT的解决方式的话 那后端也要验证 CSRF机制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 去补充这样的Headers 插CSRF token 把它补充进来 然后呢 再回调函数当中 进行相对应的判断 如果是零 代表虚改成功 我去展示信息 然后呢 如果说是 还有另外一个错误 哪个错误呢 我们在后端当中 定义的时候呢 这里面是加了装饰器的了 这个装饰器 是我们自己写的 代表用户有没有登录 然后呢 咱们在写这装饰器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个判断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如果说 用户是未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实际上 那装饰器 是不是要向前端 返回错误信息啊 那这个错误信息 对应的状态码是多少呢 对应的状态码是4101 当中 这里面还要判断一下 4101的这个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 对应的就是 如果用户是未登录的情况下 那我们在前端当中呢 给你去引导到登录页面 然后呢 如果是其他的错误信息的话 把错误信息展示出来 这是关于这点 跟之前我们所说的过的 整个套路都是一样的 那再有 还有哪个接口呢 就是关于一进入到 mine.html当中 去拉取数据了 所以对应的呢 我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就是 进入到mine.js当中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的时候呢 就像后端发的请求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是在页面一加载好 准备好的时候呢 就像后端去发送 这样的GAD请求了 因为是GAD请求呢 而且我们不需要有额外参数 咱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简写的方式来向后端发送 对应的后端的接口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 然后呢 我们的后端接口当中呢 对于这个获取个人信息 也是加了这个装饰器的 所以我们回过来呢 也需要在这里面去判断一下 如果是4101的情况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 用户未登陆 我们要给你引导到登陆页面 然后呢 如果是0代表我拿到了数据 拿到了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在页面当中呢 然后去找一下相对应的 关于用户的这个头像 我给你写到这里面来 关于用户的数据号 放到这里面 关于他的用户名字放到这 用户数据号放到这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 进行通过接规的方式 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对应的就是关于用户的 这样的一个实名认证的信息了 实名认证信息 那实名认证信息呢 是out.atmio当中 所以呢 我们回过来 在out.auth.gs当中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 当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我需要向后端先去拉取一下 关于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 然后呢 因为也是加了装饰器 所以呢 如果是4161 我们判断一下 用户有没有登陆 然后呢 如果是0代表拿到代表是后端请求是成功的 但是后端请求成功的时候呢 他并不一定真实的有数据 如果就相当于用户是从来都没有填写过这样的实名认证信息 那也就意味着说 在数据库当中查询数据的时候 拿到的优势对象当中 他里面的这个实名认证信息 他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都是空的 所以呢 反过去的也是空的数据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在前端当中呢 做一下判断了 如果你从后端拿到的数据里面的真实姓名 跟这个身份证号 它不完整 它有空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东西呢 咱们什么东西不需要去做 也就是说 把在这个Auth.html当中 里面对应的这两个输入框 真实姓名的 还有这身份证号呢 就给它空的这个框 让它进行填写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从后端拿过来的数据呢 是完整的 两个都有值 代表它之前保存过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通过Jeggry的方式呢 把这两个值 从后端传随过来的值呢 给设置到页面当中来 给设置到页面当中 填到这个输入框 而且呢 我们说了 不想让用户再进行修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通过Jeggry的方式 再把那两个输入框里面的disabled给你签进去 禁止你再去签写这个输入框 这是关键的点 然后呢 还把那个关于页面里面的这个提交的这个按钮呢 也给你去隐藏一下 就相当于我们给你变成这样的一种效果 让你呢 在这里面再签写不了这些数据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如果呢 是其他 然后呢 其他信息的话 给你弹窗 那接下来还有对应呢 就是在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然后呢 我们说了 这个关于实名认识信息机 咱们也是给它放到表单当中了 所以呢 相同的道理 我们还是被表单给你添加栏接行为呢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注册相关的信息 去提起数据 判断有没有添写完整 如果添写完整的话 我们把这数据呢 给你转换成JASON 再向后端给你进行发送 然后呢 在后端的这个回教函数当中呢 去做相对应的处理 如果是这个状态码返回的是零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要在页面当中呢 把那两个输入框给你禁止掉 把提交的按钮呢 给你隐藏掉 然后呢 这里面show message 这是前端给我们留出来的一个 这样的动态效果 去呈现出来一个保存成功的 那么一个效果而已 那这是关于我们之前给大家去留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